大溫運輸警察星期二聯合溫哥華優吉爾中學的學生 發起反對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騷擾運動的第四階段 在巴士和天車上張貼由學生設計的海報 呼籲民眾重視和勇於舉報性騷擾運件 參與海報設計的學生表示希望通過社交媒體引起年輕人和社區重視 為大溫公共交通系統營造一個零容隱性騷擾的文化 我們也想要去顧及社交媒體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在社交媒體上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發出我們的信息 去更多的觀眾 在我們校園區 因為我認為很多這種想法 關於性騷擾的受傷 都非常出現 尤其在高校園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信息 據統計 大溫去年總共發生了212宗涉及公共交通系統的性騷擾案件 但相信數量遠不止這個數字 因為這類案件的報案率通常只有5-10% 此外 對於旁觀者 警方希望他們能夠做到力所能及的事 包括可以選擇發送匿名短訊至877777報案 將適郎誠致預罰